因为张艺谋导演的影 我跟小蕾有了这么一段缘分 而且还是父子之缘 今天是你的成人礼 也是你18岁的生日 我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 从此以后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Hello 三十弟 胡蕾 祝你18岁生日快乐 成年啦 我在这儿呢 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开心 也祝你可以考上我自己悉尼的大学 加油 Hello 胡蕾 你好 我是乐佳 你的音乐老师刘欣 现在在我的课堂上 跟我在学演讲 然后他告诉我说 今天晚上必须连夜赶回去 来出席参加你的18岁的成人礼 我说不行 你来学演讲 这么重要的事情 天大的事情都不可以走 然后他跟我叙述了很多跟你之间的故事 听得我内心有一阵阵的感动 而且我今天才知道 我刚好比你要大两轮 我预祝你在未来的人生 事业的道路当中一帆风顺 当然你的事业一帆风顺 已经早就天注定了 从我女儿看到你一眼小哪吒那张照片开始起 就说哇哦 这个弟弟长得好帅 看到你现在的照片 就说哇哦 这个哥哥长得好帅 我好想嫁给他 但在此之前 他这辈子最想嫁的人 我女儿也嫁给我 所以我说你的事业一帆风顺 你的努力 你的敬业 你的专注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希望在未来你的人生当中 你的性格更加的圆融 帮助你在人生过程 能够走得更加的顺畅 走得越来越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萌 在这里呢要祝吴磊 磊磊18岁生日快乐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磊磊的时候 好像是在9年前 他9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 在苏州拍摄一个电视剧 叫做《风雨雕花楼》 好像有一场戏是 雷雷光着屁股 然后被挨揍的这么一场戏 记得那个时候 雷雷很乖很可爱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小高冷的 过了9年之后呢 如果问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有什么变化的话 其实变化也不大 我觉得脸还是那张脸 只不过是身高从这里 一下子变到了这么高 而且是越来越帅了 如果说你问我年轻的时候 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可以 可以 get一些新技能 比如说可以挑战一些自己的极限 当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想吃什么 就吃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长胖 也祝愿雷雷在18岁的时候可以 交一两个知心的朋友 因为在你年轻的时候呢 你交的朋友是可以跟着你走一辈子的 好了 再次祝福 吴蕾蕾蕾蕾生日快乐 加油 蕾蕾蕾蕾蕾 那你马上就要从一个童心 步入到青年演员的行列了 套哥祝你18岁生日快乐 哈啰蕾蕾蕾蕾 很高兴你又再大的一岁 那在这边呢 要祝福你生日快乐 然后我现在也有几个 你希望我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几岁的 也就是一个礼拜前 然后觉得18岁的 吴蕾跟初次见面的吴蕾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变化 我还真的没觉得 可能见面的时间就是还蛮紧凑的 所以说我还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变化 但我觉得你是个非常可爱的男生 然后又有个帅 然后跟我也有很多的共通点 我想如果是女生的话我一定会喜欢你 但还好我是女生的 那告诉蕾蕾一件自己 告诉蕾一件趁年轻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 我觉得你 你有太多的事情可以慢慢做 因为我觉得你永远都会保持 你情愿不会变老公 好 最后一个 祝福乌蕾 我心中最可爱的少年 18岁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乌蕾 乌蕾 成年快乐 恭喜你成功的进入到叔叔的行列里去 小的时候就一直觉得好像长大成人 离我们还有好远的时间 但是其实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一下子就长那么高 之前咱们俩还有两年差不多高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是你9岁我8岁 我记得是在长城上做一个节目 那个时候我们俩是以为年纪最小的 然后两个小豆丁就站在长城上色色巴抖 因为晚上太冷了 啊 乌蕾让我说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长得特别帅 不闹了 今天是你成年的日子 希望你能够做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 虽然你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我知道你从小就有特别远大的目标 加油吧 你可以的 最厉害的乌蕾 18岁生日快乐 乌蕾 生日快乐 感谢你对阿修罗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你是最棒的 在你身上 我们看到了我们阿修罗的希望 看到了我们中国年轻演员的希望 看到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希望 加油 乌蕾, 生日快乐 我感谢你的生日快乐 我感谢你的生日快乐 我们在最近几个年间的工作 我感谢你的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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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可以你为我一个愿意的 午餐 我感谢你的生日快乐 你为我感谢你 小蕾 第一次见吴磊的时候他应该是五岁六岁吧 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的可爱在他妈妈的怀抱里 然后我们在一起拍戏 我觉得这小孩长得很漂亮很标志很聪明 然后我跟他妈妈沟通的时候 一直都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孩子 而且也很贵眼很天真 但是没有想到到狼牙榜的时候一下他就长这么大了 小飞流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很多演员都有和吴磊小时候的他的样子的照片 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小童心 但是今天他已经18岁了 真的长大成人了 祝福你亲爱的小宝贝 一转眼就这么大了 而且这么高了 我记得上次我在机场遇到他的时候 我们俩就觉得就是一年一个样 一天一个样 所以到18岁应该不会再长高了吧 要不然我真的得这样看了 真的长得好高啊 我想趁年轻一定要做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勇敢的尝试 因为人有梦想总是需要去实现的嘛 去试试吧 那么还要做的事情一定是要对妈妈要很孝顺呀 因为我觉得每次看到无垒的时候 其实妈妈都在旁边细心照顾 那么等到你长大了以后一定要记得父母恩很重要 还有就是祝你越来越好 那么成年了 总有一天你是要谈恋爱的 那时候我看你妈怎么办 亲爱的无垒弟弟 恭喜恭喜 看着你一天一天越来越好 越来越帅 真的非常为你高兴 在这个地方哥哥祝你18岁生日快乐 以后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来找我 祝福祝福弟弟 哈喽 无垒 祝你18岁生日快乐 祝你永远都18岁 上大学了 要好好地上学 不要那么早谈恋爱哦 嗨 小蕾 18岁了成年你了 当然你在我心目当中一直是一位小王子 18岁之后你会成为大王子 未来会成为你自己心灵的国王 我相信你的未来如你所看到的一样 灿烂 美丽 广阔 希望你越来越好 并且要趁年轻的时候 好好地享受表演的快乐 成为一个让我非常尊重的年轻的影帝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的 加油 祝福磊小朋友18岁生日快乐 希望你趁着年轻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开阔视野 然后无论将来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都希望你成为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吴磊祝你18岁生日快乐 磊磊你好 18岁生日快乐 长大成人了 那么希望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然后多拍一些好的角色给我们看 我是胡歌 我35岁 我是一名演员 我18岁 是一名演员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是在片场 当时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机灵 眼睛咕噜咕噜地转 而且长得特别漂亮 再次见她 她已经成了苏哥哥 我也成了小飞流 多年未见 我长高了许多 但她还是抱着跟我 你终于要成年了 有什么愿望吗 与其说愿望 不如说有几个目标吧 18岁 希望还是能拍好戏 做好人 做一个好演员 胡老大 你拍了这么多戏了 你对演员这个职业 有什么理解吗 我觉得没有一个演员能靠单打独斗 来完成表演这项工作 就像一支球队 他要获得最终的胜利 他靠的是战术 配合 他靠的是集体的力量 其实我一直特别想问你的问题 因为你很小就开始演戏了 你的童年一定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你肯定会比别人失去更多的自由 你有后悔过吗 有时候去一些学校拍戏 看到同学们做体操 升国旗 打篮球 我都会挺向往的 虽然失去了这些 但是我得到更多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呢 胡老大 在你的职业生涯里 经历了过这么多戏剧的改变 你有后悔过吗 这可能就是演员这个职业 特别的地方吧 我们经常在演艺各种角色的时候会带入自己 可能在旁人看来这会有一些特别 甚至会有一些错乱 但我自己还挺认同这个特质的 因为如果现实和戏剧没有交集的话 你很难成为一个好的演员 做演员就是一直要抽离出来 去饰演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角色 我喜欢在戏里面体验不同的人生 我觉得这是做演员最迷人的一点 咱们除了工作说说生活吧 你还记得你跟我的骑行的约定吗 当然记得了 那个时候老二把杀青 说是要一起骑行从横店到上海 但是一直都没有实现 等我成天以后 我不仅要学车 我还要学摩托 到时候一起啊 生日快乐 谢谢胡老大 我希望 你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演员 因为我觉得 你有这方面的天赋 你有这方面的条件